- 大家好 歡迎你們收看 今天的Coffee Time的時間 今天大鱗哥要來跟你們分享一個 懷舊之旅大鱗哥從什麼時候開始 交易台紙期貨你們知道嗎 台紙期貨當時是從1998年7月份開始 那現在已經是2024年的7月 大鱗哥從開放台紙期 就開始一直做交易 一直到現在 整整26年喔 大鱗哥依然存活在這個起貨市場上 這段時間就相當於從小學一直念念念念念 念到大學畢業 然後還外加退伍 所以這個時間是非常非常的漫長 但是呢 先回頭來看啊 咻一下子 時間就過去了 而且想當年啊 剛開始開放這個台紙期交易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交易期只一口的手續費啊 就要2000塊錢耶 意思說啊 這個單子一打下去 我還沒賺錢 我就要先賠2000塊錢 你們可以想像當時這個營業員 他賺錢有賺得多高興嗎 而且我們在做這個旗子交易 就是說股票也是一樣 一樣都是用電腦 可是呢 我們連接上網的工具啊 是所謂的數據機 也就是modem 就是俗稱的小烏龜 因為呢 他一條線要接電話線 一條線再來連接電腦 就好像我們在打電話一樣 他要先撥接一個電話號碼 連接上去 嘟嘟嘟嘟嘟嘟嘟 喔 想半天 這個數據機才能夠連接上這個中華電信的交易所 然後呢 我們再去抓取這個交易資訊來做交易 才不會像我們現在下單有多簡單 人手一機 隨時看盤 隨時下單 一隻手指點下去 馬上就可以做出你想要做的交易 那你看 過去我們的交易是如此的陽春 如此的刻苦耐勞 跟現在上網的速度 跟那個火箭飛的是一樣 工具跟速度其實天差地別 而且當時我們也沒有什麼分析 市場的這個交易工具 以前我們的交易是屬於比較封閉的喔 那現在的交易資訊跟工具 更加流通 更加透明 可是問題來了 你有沒有賺到錢 大鱗哥可以很肯定跟你講說 絕大多數的人 現在還是依然沒有穩定賺到錢 你知道沒有賺錢的原因在哪裡嗎 第一 點贊 第二 訂閱大鱗哥的影片 第三呢 加入大鱗哥人LINE 大鱗哥本人親自回復給你 幫你開天眼 告訴你為什麼到現在 還是依然不能賺錢 今天的節目Coffee Time 就到這邊結束